近日,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平镇关山村一工地挖出一块大石头 石头上镶嵌着有椭圆形的石疙瘩和圆形凹面 由于形态特征明显,施工人员第一反应,这可能就是恐龙蛋化石 这一发现,让施工工人感到惊讶和兴奋,并及时与当地的县博物馆取得联系 看到这个石头上的那个蛋一式恐龙蛋 我们就停下来了,就立马给那个武宁县的博物馆打了电话 由他们请专家过来考察 我们工作人员前往查看了一下,发现确实是疑似恐龙蛋化石 并且目前已经裸露出来的部分有大约11颗的恐龙蛋化石印记 像其中这一颗它的蛋壳剥落的有些多 另外两颗的话保存的就比较完整 目前,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有效保护 把石头运送至博物馆进行保存 并将部分化石碎片寄送有关部门,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地质大学的多位专家研究 初步判断这次在武宁发现的恐龙蛋化石埋藏年代为碗白厄式 距今约7000万年,蛋体完整且成椭圆形状 蛋可保存清楚且非常厚实 初步判断可能为石损蛋 此次研究发现填补了江西北部没有恐龙化石的空白 对于研究白厄纪时期干北地区的古气候 以及恐龙分布状态和栖息方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